字幕提供 大家好 上一條影片已經預告了 今天會有第二樣精送 就是 金文蒜 粉絲精鮮柚 我們首先來看看鮮柚 鮮柚是怎樣 其實怎樣選鮮柚呢 其實今天也不算太漂亮 因為他的眼睛也不算太精靈 主要是看他 表面的皮有沒有破損 如果較少破損 或者保持完整的話 就比較漂亮 今天 我就買了一斤幾 這裡是八十元 八十元的鮮柚 我們就買這個是長尾柚 也可以用 這個是寬尾柚 寬尾柚是爽口 長尾柚 就相對軟口 但是沒什麼所謂 看看哪一隻新鮮就買哪一隻 那他有這麼大隻的時候 其實都會是 比較上是乾淨 不是不是乾淨 就是有這麼一刻 咬口 我想說什麼呢 咬口 咬口 首先呢 就是要沖洗表面 大家看到一路沖洗 一路有泡 因為表面有很多二線菌 這些是腥臭味的來源 我們就盡量 就是要是 弄走它 那我特地呢 其實大家可以買鮮柚的時候 就可以叫那個 冰鮮桌 就可以幫你湯 通常你不出聲 他都會自動幫你湯 不過呢 因為我要 和大家分享怎樣開魷魚 所以呢 我就叫他 什麼都不要動 保持形狀 要是什麼呢 就很簡單 拿著他的頭 扯出來 基本上呢 他的內臟呢 都會是 扯出來的了 那大家會見到呢 有這個是 咦 這個呢 這個是腥來的 這個部分呢 將來呢 就會成為 他那個 就是 受精卵 要睡覺的地方 這個位 跟著有銀色的部分呢 就是 墨狼 我們呢 就在墨狼 對到正 上方呢 就用刀尖 一下子 刀著那個 針板 接著 扯出來 這樣就乾淨了 這樣呢 他所有的內臟呢 就出來 接著之後 即是我現在呢 就試 Low Motion 慢動作演示 那麼 這樣 扯出來 一扯呢 他全部的內臟都會出來 這樣就乾淨了 接著之後 放正的位置 接著之後呢 在那個墨狼的 對著嘴上方呢 接著之後 拿個 刀尖 一下這樣 刀著那個針板 接著之後 順勢一扯 這樣呢 他那個所有的內臟呢 這樣就乾淨了 這樣就乾淨了 好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就開了 這樣呢 就是魷魚肚 這邊呢 有個翼的平滑 這邊呢 就是背部來的 這邊呢 就是肚子 接著之後呢 就是了 扯走 這個呢 透明的就是 他那個 脊骨 接著呢 他有那些 黏住了 那些膜啊 還有少少的內臟 那我們用刀呢 就刮走 他 那就是這牢 這個 очень 那把刀呢 大家看到那些人好利的 那麼磨利小小 一點 用了背後 那條骨 然後呢 就將那些膜 很多啊 那些溏出 那些瘦 還有細菌 要盡量刮走這些 這些膜 那隻魷魚就會更乾淨 然後就是魷魚頭 首先 我們在眼睛 這樣拿走它 這個就是擠走眼睛 很多人以為這個是嘴 這個不是嘴 這個就是噴墨的嘴 還有它油的時候 那些大自然界的 這個就是噴水系統 它每噴一次就懂得游水 先頭就是其中一個開法 現在也有另一種開法 就是打橫對著眼睛 在中間 這樣開一刀 兩種方法都可以 適合的 適合專便 接著這個 這個才是嘴 吃東西的嘴 先頭的那個是油水 噴水的嘴 那經常很出名的 墨魚嘴 就是這個 好 做好之後 我們又開大水 去洗它 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嗎 又是很多泡 沒有的 是呀 好 接著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蓋掉了 這樣 就要將它那個表皮 就全部都要撕走 在那個邊邊 在那個翼的邊邊 一扯它 就是大家平常見到吃的 上桌的時候 白色的那個位 這些 這些 這些是它那個 皮 這樣呢 我們繼續再扯走它 純粹是用手指甲去捏它 就可以了 那這些等一下呢 我們就 將它 即是用刀去挑一挑它 就可以了 剩下的那些 這些呢 我們整副 魷魚皮就起了 那剩下這個呢 我們呢 就盡量用手指甲 撕它 就可以了 這樣就 可以很乾淨 那就可以把那些 清洗完一隻了 跟著又第二隻了 在这个翼的下面 用手指甲 扭它 一扭 跟着之后 一扯 整块都出来了 跟着之后 用手指甲 扭它 这里要小心一点 不然就像鲜头那样 皮就撕得不够彻底 这个也是 大家会看到 我做得很慢 前期功夫做得很慢 你要做仔细的话 我在上一条影片也说 有些师傅就 妈妈糊糊 那时候 我一见到这些眼火爆 我就叫他站在一边 看我做 虽然我还做得慢 不够他专业 但我做得够彻底 所以 所以 大家好像 为什么我常常做那些师傅台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见过他们做事 真的好 好了 我 在这里 我又不记得了 还有一个 粉丝 我要浸粉丝 粉丝 就很快脆 不需要 特别的时间去处理 你同步和鱿鱼 去处理 都可以 因为粉丝 稍微用冷水 浸开它 就很快脆 因为它会滿足的 OK 那 大概浸它 十几二十分钟 它便会起始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就在进一步去处理补鱼 那我现在就用水去咭它 嗯 有些朋友 新来的 就不是很惯了 我讲过很多次 处理 这些肉食 即是如果你想处理得好 的话 我们必需要 必要之户 用水 有一些时候 我们为了它干净 用两三次去洗 会不会环保一些 不会 比我现在这样咭干水 还会叉得很远 好了,那我们呢 现在进一步 处理那些 那条鱿鱼了,那我们呢 现在就要戒花,戒花呢 就是在里面,就是身体的内部 那边呢,去戒出来 那我们怎么去 那现在它两边都是白色的嘛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到底哪里是面,哪里是底呢 那呢 我们呢,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摸到有三角凸起的 就是底来的 没有三角凸起的就是面来的,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底那里戒花 那就是斜刀 大概呢,大家喜欢的 可以是 2mm又可以 3mm又可以 就是 扎和阔就得到大家 那如果呢,戒花呢 如果大家是 不习惯用中式刀的话呢 就可以用西式刀的,OK 那因为西式刀的那个位呢 就是尖 那所以呢,就容易戒一点 那那,戒花的时候呢 要是这些魷魚 因为这些魷魚 它相对 就比较是 就是... 比较薄的,所以呢 我们呢,就需要呢 是 戒花想戒得漂亮 和明显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用斜刀 如果我们戒花戒得好的话 那些鱿鱼一蒸熟 它就会自己卷起 到时候 卖相就非常漂亮 这些是慢慢做的 萬工出小貨的啦 即是你想它美麗 想它好吃 那你沒有辦法之下 你一定要慢慢來做的 不是說 即是你快手 就可以的 接著 割開它 切個三個勁 雖然這隻魷魚很大隻 但是大家會看到 實際上我們切出來是很小片的 所以其實魷魚也不是很見識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吃的話 可以買多一點點 我這些 就 過下好癮 還有呢 我 現在呢 兩隻魷魚就配兩個粉絲 其實就很多粉絲的 我家人就喜歡吃那些粉絲 即是有些海鮮味 那 那 那 都是那句 大家想它 仔細些 還是 是 戒得它闊一些 那就視乎大家喜歡了 那 因為它那個 長尾油 就比較薄 所以我們一定要斜刀 斜刀 斜刀大概是 用幾 什麼角度呢 大概 拍低它 大概30度 左右 就好 那 因為呢 我用斜刀 那所以呢 雖然這條魷魚呢 比鮮牛那條還薄 但是我依然呢 戒花 戒得 很順利 戒得很漂亮 那 如果是 寬美魷魚的話呢 你要這樣 戒花的話呢 也有個好處 因為你這樣戒得深一點 就可以 那個 那個 接觸面 可以戒得深一點 變了 就可以 是 出來的花紋 就會更漂亮 大家如果 就是 在畫面 應該看到 它的反光 就有些好像鱗片 那樣的 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好像鱗片 那樣的 那 切魷魚的時候呢 就切個三角形 那它有個三角形 有個張力 那 即是蒸的時候 它有個不同的張力 那 變了呢 它就會捲起來了 好 那 那 之後呢 這些魷魚 那個飛翼呢 那個魷魚翼呢 它有些 不是 那些皮 就黏住在這裡 不是那麼乾淨 那我們呢 就刮一刮它 那它這些又黏得滿 黏住在針板 所以等一下我又要洗針板了 那 兩隻大魷魚 差不多 兩隻大魷魚 兩斤 差不多 那 那 大家看到我這次 真的刮針板屎 因為它黏住 那些膜 都黏住在針板那裡 那 那 就 這個 還沒完 那 大家又看我洗針板了 真的 塞住那些口痕油 就是 但是 都不是說 純粹塞住的 我以前只不過 不拍給大家看的 怎樣去做 清潔 保持這個衛生 這些 大家 必須要 每天都要做 不用提醒的 但是 有些人又懶惰 就是 以為分開的生熟針板 就乾乾淨淨了 那 大家看到了 這樣就很乾淨 好 那 是不是這樣就完了 當然沒有 要不然 我怎麼會給大家看 看我洗針板 一樣 都是要做 隨聲大發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 那些魷魚呢 有些冤臭味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那些細菌 你始終那些魷魚 放了那麼久 就算它有雪的話 你走出走入 拿出拿入 你怎麼都會碰到那些細菌 所以 我們一定都是要做 這個隨聲大發 鹽 跟著 然後 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跟著 然後 酒 大家看到 我剛才才 下水 浸那些粉絲 現在已經開了 再浸多一陣 就可以了 好了 跟著 之後 我們就 洗乾淨 它 這裡 就和那些魚不一樣 那我們 就是 拿它 鹽 這裡可以再給 多一點點 也不怕 大家會看到 在拿它的過程裡面 很多 散 很多泡走出來的 正常 大家看看 這些全都是髒的 還有細菌 還有些細菌 還有些細菌 它本身的魚身有些細菌 我們就拌均勻 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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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多少泡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 拿到它 看到它這麼多泡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那盆水 多少泡 這個不是換水 你不拿水 沖它 你沒有辦法 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經常都說 你做海鮮 你不要跟那些 腥臭味 混為一淡 你看看 那些泡 我呢就是 啤水啤到它 沒有了泡為止 就是 你 我們吃魚 是吃它的鮮甜味 不是吃它的 腥臭味 大家 不要把那些 鮮甜味 和腥臭味 混為一淡 以為魚不腥 就不是叫魚 那為什麼我這麼強烈 是有這樣的說法呢 因為呢 我本人就跟個人出海 拿魚 大概 十 十二 三歲左右 就直至到 我有能力 法例規定 我可以出來 做這個暑期工位置 就是十五歲 就是起碼有兩三年的時間 我是天天跟人出海 拿魚的暑假 就是 我就真的感受到 什麼為之 海鮮應有的鮮甜味 那些鮮甜味 你吃下去真是甜的 一些腥味都沒有 不用放薑 OK 但是呢 現在呢 很多人呢 沒出過海 沒吃過新鮮魚 然後呢 就覺得腥味 才是 即是 有腥味是正常的 那些海鮮嘛 貓都喜歡吃腥味 那些人喜歡吃魚 都是吃腥味 當然是大錯特錯 OK 那我希望大家呢 就要有一個 即是 明白 啊 即是不要呢 啊 即是不要呢 現在呢 將腥味和呢 乳海鮮 應有的鮮甜味呢 呢 就混為一談 OK 好了 現在呢 我就洗得它乾乾淨淨 現在呢 那呢 現在的魷魚呢 待會兒蒸好了之後呢 就 剩下呢 就是一個鮮甜味 好 那 那就搞定了 那我 即是 很多時候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 即是 我不是說 特地去柴仁台 或者 特地這麼多話說 但是如果真的 大家是有心 去學 到底是 怎樣去改進自己的技巧 怎樣去令到那樣東西更好吃 有些基本的認知 一定要是搞清楚的 大家說是不是 OK 那我繼續浸它 不理它了 我下一次呢 我開放呢 就開始蒸東西了 開始呢 就是處理了 那 其他材料很簡單而已 剁那些蒜蓉啊 跟著之後呢 就 這個 蔥花 那 等一下大家看看我怎樣做 那 記著啊 成功在於細節 在我們 烹飪 來說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錯過 我呈現給大家看的每一個細節 以及我講的每一句說話 不要當我廢話 OK 好嗎 好啦 等一下見 好啦 好啦 大家先頭就跟大家分享了怎樣開魷魚 怎樣能夠令到魷魚流回清甜味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開火啊 就做什麼呢 我們就要製作這個蒜蓉醬了 蒜蓉汁了 我們會是 會是 需要一個口感的 剁那些有味道又沒有 口感都沒有 OK 現成那些 一瓶瓶那些 那這邊呢 我就 開著火 就煲水 這邊呢 就燒著那個鍋 啊 就 做這個是 背口缺啊 OK 燒著鍋 那這邊呢 我等等先 我到底做什麼呢 原來我要拿一隻碟 那這樣呢 我因為地方淺窄 所以我沒有辦法了 我就唯有這樣做 那現在呢 這個 都是差不多了 這個粉絲啊 那跟著呢 現在這個呢 就燒鍋 就燒到是 見煙啦 跟著我們落一點點油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把 金銀蒜了嘛 我們就把 一半的蒜蓉呢 就放下去 炒了它 那這個油呢 我們就要放多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都要是 那些蒜蓉呢 我們都要是 再拌過 加油的 那我這個 先關小火 等它慢慢 慢慢去 啊 等它是 夠身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這個粉絲呢 啊 浸好的粉絲呢 我就放在碟 先 啊 跟著又要檢查一下 啊 這個蒜蓉了 啊 那 炒蒜蓉呢 炒黃金蒜呢 就不要給它呢 就全部百分之一百孔呢 呢 才是 收火啊 啊 大概呢 七成左右的蒜蓉呢 是有那個 金香的效果的話 我們就要關火了 OK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粉絲不是 當然不是就這樣 啊 所以說呢 就是大家 我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我們呢 做人做事呢 最重要是靈活變通 喂 我地方小 那大家就不要介意呢 我在個鍋上面做這件事 那剪斷粉絲 啊 等一下呢 大家夾的時候呢 就容易一些啊 那大家看到 好戴著粉絲 是啊 啊 啊 妹仔大過煮人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大家呢 就差不多了 再動一動它 要好留意 來現在呢 就已經超過了 一半呢 那些蒜蓉呢 就是可以了 OK 那就關火了 有了它 等個熱量呢 就令到它 繼續是 啊 就是 等個熱量呢 就繼續等 令到那些蒜蓉呢 就繼續呢 就是焦香啊 好 那我就擺勻它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將那些魷魚呢 就放上去 那我因為落那個是 就是落那個是 胡椒碎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那些胡椒碎都會黏在那些 就是 魷魚的表面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現在 我先關小火它 那就可以了 把那些魷魚排好它 那就可以了 那這樣 那盡量呢 就 它有花那邊呢 就 向 面啊 那呢 等間呢 捲起來呢 就是那個賣相呢 就會好看好多了 好啦 跟著完之後 現在我就做另外一邊了 就是拌那些蒜蓉了 那將那些蒜蓉呢 大家見到 現在呢 那些金銀蒜 都是 大概呢 都是去到 八九成左右 是什麼呢 那千萬不要呢 就做到它十足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做到十足的話呢 那些蒜頭呢 就會是 會 夾的 好 好啦 跟著完之後呢 那現在呢 都還沒夠啊 那我們呢 就下少少鹽 大概 半斤鹽 跟著 然後 少少的雞粉 那如果想 大家想是 鹹一點的呢 就下多一點 OK 但其實就沒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鹹 我就喜歡清一點 因為等下呢 我還要下醬油的 大家見到 我拌蒜蓉呢 拌蒜蓉呢 拌蒜蓉汁呢 是要下很多的 這個是 油的 那 大家見到 我下油呢 有多與少呢 就不是說我決定的 而是怎樣呢 基本上的原則呢 就是一定要拌得起為止 那如果拌得起的話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 啊 就下油呢 就叫做夠了 那如果拌不起來的話呢 就是不夠油啦 那我現在呢 就大力地攪拌它 那攪拌它呢 就是去到怎樣呢 就是 它呢 就出現這個 水與膠溶的狀態 就逐了 啊 有少少膠狀的 那就對了 如果大家還見到呢 是很清晰的油的呢 那就是說呢 就是不對啊 就是你還沒拌夠啊 啊 那現在開始呢 那些油開始熟了 那就是金銀蒜 那 大家明白 為什麼我堅持呢 一定要用手剁呢 這個情況之下呢 呢 就可以是 令到呢 這些這樣的 就是蒜蓉呢 就更加有口感啊 那 那我現在這個 開蒜蓉的方法呢 其實就是酒樓的方法來的 海鮮酒家的方法來的 OK 跟著之後 我將它 均勻地鋪在那些魷魚面 不要以為蒜蓉多啊 其實差不多而已 剛剛好 差不多啊 那而且呢 因為有油呢 那些粉絲都會吸光去的 OK 好了 跟著這個時候呢 我開回大火啊 讓它大滾啊 跟著之後呢 我就蓋上 讓它大滾 等一會兒先 稍為呢 讓它滾了先 那呢 就是大水 下去蒸一下 不是大水 對 經常都說大水 大滾之下 下去蒸一下 跟著之後呢 我們給它多久呢 五分鐘 五分鐘就夠了 OK 好 那等一下 蒸好了之後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 好了大家 那鐘響響了 五分鐘完了 啊 跟著就立刻 要蓋起個蓋 先啊 如果不是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些魷魚呢 就 滷了 那這個時候 另一邊呢 我就開鑊 開鑊 要燒熟油啊 啊 跟著之後 我們呢 就撒一些蔥花上面 大家見到 我呢 就是 我又不是專業廚房啊 那變了呢 就是我啊 刀法就不是很好啊 啊 講到明的啦 不過呢 大家見到我這麼細心去切花呢 那些花是爆出來呢 就是非常之靚啊 那我又喜歡吃蔥啊 那我給多一點點蔥 那這邊呢 就 燒鑊啊 所有都是的 一定要燒鑊啊 不論是你是用 啊 灒熟油也好 什麼都好啊 那麽 那麽 建煙 就下油啊 再建煙 這個呢 就保證有160度啊 那麽 那麽灒熟油要160度以上啊 那麽又建煙了 那麽再燒耐少少 那麽 那麽燒耐少少 大概呢 就180度左右 OK 那麽180度左右 那麽基本上呢 就灒熟油啊 那麽溫度就差不多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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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后呢 我们就 拿点豉油 OK 完成了 这个 金文蒜粉丝蒸 这个是 这个是 鲜油 好,那就完成了 首先大家看一下 这个卖相是绝对一流的 OK,行不行 那 鱿鱼呢,就不一定要多 那两只呢,大概 都在说的是 接近1斤半至2斤 然后呢,大家 因应自己的喜好 就可以放一包或者 两包的粉丝 那如果人多的话 那就再加多一只 OK,行不行 那,记住啊 我们吃这个菜 我们要吃这个 是鱿鱼的鲜甜味 不是吃鱿鱼的腥臭味 那所以呢,事前的 准备的功夫 我们要做得很足的 清洗的功夫要做得很足的 为什么我整天都前面 蒸鱼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都跟大家去做这么久呢 其实蒸鱼很简单的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前期 一个除腥的一个步骤 那 我再次强调呢 就是 你要吃海鲜的鲜味 并不等同于 你是要吃腥味 记住啊 鱼,它之所以腥 是因为它死了之后 那些血 那些血 很容易变臭 再加上 那些细菌的 就是黏附啊 那所以它呢 很多时候大家走过这个冰鲜鱼台 是很臭的 但是 它很臭还是很臭的 不代表你家里吃的那条鱼 都是这么臭的 OK 我们必须有一个方法去清除 它那个腥臭味 它腥臭味主要的来源 就是因为那些二线菌的细菌 那这些二线菌细菌呢 其实呢 我们人体就经常性有 我们人体之所以有臭糊啊 之所以有异味啊 原因 都是同一样的细菌而已 它就专门呢 就依附着 一些死了的生物的组织 譬如说 我们表面的皮肤 有碎屑的嘛 有这个 死皮的嘛 那些细菌就 黏附在上面 跟着之后这些鱼呢 在我们 就是 由上水 它死了 到我们卖呢 在说快则三日 两三日 慢则分分钟一个星期之后 才到大家的手的 你想想 这么长的时间 就算有冰鲜 但搬运的过程 它总有解冻的时间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很多时候就有这个 发出这个 因为这个细菌呢 黏附呢 于是乎就有些腥臭味 那所以我们回到家 无论是新鲜鱼也好 死鱼也好 我们呢 要清除它的腥味呢 是重中之重 所以 甚至是很多时候 我蒸鱼呢 我都给大家看 前期呢 我做很多的事情 大家说是不是 OK 跟着之后 大家 一些老的观众 麻烦feedback 给我听 是不是跟着我 做这个除腥大法之后 全家人吃鱼都吃多了 是不是 大家吃鱼吃得很开心 一些腥味都没有啊 记住啊 我们要吃鱼的原味 是吃它的清甜味 不是吃它的腥臭味 腥臭味 并不是鱼的原始的味道来的 OK 行不行 好了 而这个 鱿鱼呢 我们最主要呢 要做 除了清除这个异味之外 就是做除腥大法之外 最主要呢 我们就要做这个 刀工解花 大家看到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拿起来一些 哎呀 哇 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卷得很漂亮啊 那个花纹 是不是很漂亮啊 是啊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呢 就是 就是 这些刀工 也是要花时间的嘛 那 就是 整天都有一些 就是 无厉害的观众啊 撞进来 就整天说我呢 又多口水啊 又 就是 又时间 就是那些 啊 这条片又长啊 这样 喂 我不长时间 其实我长极都有限 我基本上都是 以这道送的 制作的 真实的时间 去拍片的 就尽量一镜到底的 是不是 这样大家就看得清楚 我中间做过些什么 还有呢 我讲的 是因为要解释的嘛 那我要解释清楚 是不是要讲的 那我不讲的 你怎知道 中间有什么巧妙啊 大家说是不是 那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够容忍 我这个 就是 当然我这句说话呢 我就是讲给新观众听的 那如果有新观众看到这一道呢 都还是不放弃的话呢 恭喜你了 你真是很有心机去学这个煮菜 那我亦都很相信 我的影片呢 会为你带来这个前所未有的改变的 那我亦都讲一讲呢 就是说很多的影片呢 其实他 就是 当然 就是大家不喜欢看那么详细 喜欢是short cut的去看 那他遷就你 就做了一些几分钟的短片出来 那做一个菜 哇 看似中间 嘿很容易的 但是其实呢 大家很多时候就糟糕 为什么呢 中间譬如说 我会解释 喂 一些菜 我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薄啊 为什么我要做到这么厚啊 为什么我要做到这么厚啊 你几分钟怎么会讲得完呢 大家说是不是 好了 那再讲回这道菜 主要我们花的时间呢 就是做清洁 和呢 就是做戒花 两个方面 然后我们炒金银蒜 那记住啊 金银蒜呢 我们呢 就一半炒 就一半不要炒 那有些人 我知道呢 就全部炒 然后炒到呢 一半见金银 啊 即是见黄金蒜 就收火 那就当是金银蒜 那其实这个呢 就是酒精片是不对的 因为为什么呢 金银蒜的蒸水在于 它熟蒜 有它的口感 因为你已经炒到它呢 就干了身 变了呢 就这样吃了 会脆的 但是 如果你蒸它 它有水嘛 于是乎呢 它那种有点大硬的口感 接着 然后呢 你混和这些生蒜 而那些生蒜的半生熟 那种味道 那种新辣味 才是这个菜的精华 即是既有呢 那种香口感 同时间呢 因为你是混和 是生蒜 所以呢 因为蒸5分钟 其实蒸不熟蒜的 我告诉大家 会有点辣辣的 就是这种辣辣的 所以大家才会吃得过瘾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不要走蒸便 就想着 啊 金银蒜嘛 我又怕生蒜 那于是乎呢 我就将那些蒜 炒到一半变成金 那另一半呢 就继续是白色的 就是金银蒜啦 就是金银蒜啦 那其实是错的 OK 那除非你非常非常之抗拒生蒜 那种新辣味 如果不是的话 我真是极力建议呢 大家呢 是 用炒过的熟蒜 那些黄金蒜 就混生蒜 然后建造这个酱 好了 那大家 我先头呢 就在镜头面前拌酱 这个拌酱呢 看似很简单 但是呢 其实呢 海鲜酒家 就是这样拌法的啦 那我妈妈呢 我就说极她都不听的 她就肯定是 喜欢加醬去拌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是网上家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 就是香港制作的海鲜之所以这么好吃 就是我先头那种拌法 不要加醬油 醬油是后面加 这样呢 就可以 后面既有酱油的香味 同时间呢 你完完整整的那个蒜蓉 那个生熟蒜的那种香味 就在了 那些鱿鱼的表面 和粉丝吸收了 这个菜就特别咯 这个菜就特别好吃咯 OK 行不行 记住啊 不要走精便 跟着 如果大家有疑问 我也是那句的 一事便知有没有 大家如果对我的说法是有疑问的话 其实大家跟着做一次就可以了 不会浪费大家很多钱 不会浪费大家很多时间的 你做一次就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咯 或者 最后你都决定 虽然好味但我也是不习惯 OK fine 没事的 但是如果你试都不去试 你走去质疑我的话 我 没有说不开心的 不过呢 你就少了一样 少了一次机会去试 这个世界 原来有另一种美味的机会了 好不好啊大家 OK 好了 那不阻挡大家了 我希望大家喜欢 我这个 这个 金文算粉丝就蒸 这个 金文算粉丝就蒸这个鲜油 非常鲜味 哎 都是要试一下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又 怎会 对大家 有这个 说服力 哇 行 和我宣称的一样 嗯 大家跟着一起做 OK 拜拜 去吃饭了 美麓 很幸福 敌人